本讲我们来学习移动存储设备U盘 U盘也叫闪盘 Flight Disk 它是以闪存芯片为信息 载体记录保存数据的 相当于以前的软盘 因为它的容量更大 速度更快 体积更小 寿命更长等特点 所以自面试以来 那么就成为移动存储领域的创业 受到广大用户的青睐 现在呢 我就把我的U盘插入到我们这台电脑上 来打开计算机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发现 在移动的存储设备里边 看到了它的盘幅 那么我们用完了它之后 我们肯定要给它去掉 我们是不能够直接把U盘打下来的 不然的话会造成数据丢失 或者说是物理的损坏 但是它也没有像XP操作系统一样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提示 是不是 怎么去卸载掉呢 事实上它有 但是呢 就是隐藏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里呢 我们单集 我们发现这个地方有个图标 在这里单集自定义 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里的Windows资源管理器 这个我们发现它是没有显示的 它只是通知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只需要选择显示图标和通知 单集确定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发现就有了它的这个图标 有了图标点右键 在这里就有个弹出 有个弹出 这样的话我们单集之后 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 它会提示USB大容量存储设备 这个时候就可以安全的拔掉了 所以呢 这个和其他操作系统稍微有所不同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有很多人在用温漆的时候 就直接插拔 因为找不到 事实上呢 它是隐藏了